健身房發生意外 造成一名女會員傷勢嚴重 送醫急救 行動警方到場了解 兩名刑警走進場館 要求業者帶他們進入第一現場 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情的民眾 還在一旁揮汗運動 但意外發生在15號傍晚5點多 一名46歲的陳姓女會員 疑似在使用器材時 不慎遭到壓傷 傷勢嚴重 當場失去神明跡象 朋友在裡面 她剛好來的時候有看到 她說剛好來的時候警察也來 她說敲到走口撕裂傷 目擊民眾說 陳姓女子當時正獨自一人 進行臥推訓練 疑似因為槓鈴負荷過重 導致頭部被壓傷 索性經過搶救後 已經恢復呼吸心跳 但昏迷指數只有3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儀器是 需要比較專業指導才 我自己不會的話不好做 我特別因為我受過傷 根據了解女會員 就是在操作類似這台 在史密斯深蹲駕時發生意外 而這台多功能訓練機 是健身小白 也就是初學者 經常使用的器材之一 在自己運動的時候 突然發生意外 現場人員發現 就立刻給予協助 並且動保119全程陪同 然後也有緊急聯繫家屬 目前都有給予全力的協助 會員在場館裡發生意外 重傷送醫 雖然尚未釐清原因 但已經引起健身業界 議論紛紛 記憲員綜合報導 表面是祕密的 даже映下 跟人都青藥 提供 退 來 離譜 再 廣告